每年到的农历五月初七 就是三只小基隆浮沉公 金面妈祖平安绕境的日子 三只全区总动员 由主委带领着立委以及各里里长 向天上圣母成心进香进果之后 大家合力将妈祖请出庙与上软轿 起轿离庙之前的三进三出 每到古里丝毫也不马虎 为了就是希望以虔诚的心来敬奉妈祖 祈求全境的平安 百年以前到现在一直每年都不变 这就是说妈祖以前浪费时代 出去少躺海少虫海 现在研究到现在 是我们三只地区一年一度的大盛事 那今天也有很多信众一起来参与 那今天也非常的荣幸 能够和我们各位信众 还有我们三只小基众 浮沉宫的各位信徒们一起参与 这样子的大盛事 那我想妈祖一定会保佑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所以也要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才刚结束淡水清水主师 平安绕境的立法委员 吕孙玲也来到三只浮沉宫 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平安盛会 希望服务区里的民众都能够得到庇佑 有个风逐年 而市府民政局的长官 也来到现场观礼 为全市的市民来祈福 从严接民众摆起的乡案可以看出地方居民 对于金面妈祖平安绕境的重视 现场还可以看到民众遵循换乡的谷礼 将手上的香火与绕境队伍来交换 象征神威以及平安的传递 也透过香火的传承 将专属于三只区的金面妈祖平安绕境文化 给永续保存下去 记者廖品汉三只采访报导